如果你在找一款2022年最新的耳机 同时要有不错的摄像能力 不错的音质表现 也许你会喜欢今天要介绍到的无线耳机 你好我是明 今天我们就来看Permus Lite 2 一款支持AMC主动降噪功能的蓝牙无线耳机 它表现有可能会威胁到你手上的AirPods Pro 影片开始之前不妨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为这部影片点个赞和留言 你的行动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开箱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盒子的正面有非常显眼的Permus 字样 打开盒子之后就能够看见耳机的主体 在盒子的底部也是有一个盒子 打开之后又有一个盒子 这个小盒子里面就是有一整套不同尺寸大小的耳塞 用户就能够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来进行更换 接下来还有一个收纳袋和一个充电线 这一次我拿的颜色是黑色 它还有白色和绿色的颜色选项 我觉得我手上的黑色版本并不完全是纯黑色 它是有带一点蓝色的 穿的正面就Permus 的字样 底部就是电量的显示进度条 在上方的右侧就有一个Type-C的接口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它没有一个button给我按 这样子我需要知道耳机电量的时候 都需要重新把耳机放到里面去 我才可以知道它的电量 我觉得Permus Lite 2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打开方式 你需要把它滑上去就能够取出耳机 耳机的摆放位置也相当合理 我可以轻易的取出来 它还是有左右的标志提醒你放入正确的位置 整个盒子的大小我个人觉得会稍微大了一些 因为这是我目前使用过体积最大的蓝牙无线耳机 但是它依然还是可以很方便的放入口袋或者包包里 它重量是66克 基本上放在口袋或者包包里都不会有负担 它的单个耳机重量是5.9克 虽然不会很重 可是我之前都是用AirPods Pro 它的重量是5.4克 而且体积上会小很多 所以我带Permus Lite 2是会有感觉到耳朵是有东西的 而且它会近到比较深一些 所以你要忍一下 它并不能像AirPods Pro那么无感 所以长时间佩戴的话耳朵会有点累 需要拿下来休息一下 不过我觉得它戴在耳朵上是非常牢固的 基本上乱跑乱跳也不会掉下来 这也是它强调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重点 硬直无疑就是选择一款耳机最大的冲动 它可能可以弥补一些耳机不足的地方 因为耳机最主要还是用来听 它是搭载了10mm的Dynamic Driver 首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音量蛮大声的 就用AirPods Pro来做比较 Permus Lite 2我开启50%的音量 在AirPods Pro需要来到70%左右才会有接近的音量 音质表现我觉得它整个调教会比较适合用来听英文歌曲 EDM尤其是有非常强Bass感的音乐 因为它的低音是真的很强 Bass打起来也不会太虚而是比较扎实的 如果是听中文歌曲 我觉得它会把背景音乐一些Bass和乐器的声音给放到比较大 而会导致人声听起来没那么的清晰 但实际上你认真听 其实人声的部分还是很OK的 只是被这些乐器背景越干了一些 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 在它的软件调EQ Sound Effect 就可以根据场景来切换适合的模式 再来它有支持ANC主动降噪功能 可以高达42dB 而AirPods Pro是35dB 所以理论上来说它可以隔绝更多声音 我实际测试这个降噪效果确实很不错 和AirPods Pro的效果接近 但是它会比较让我觉得耳朵封闭阻塞的感觉 不过这只是细小的感觉而已 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通透模式 它的通透模式是可以增强的 可以让我们听到更多我们听不到的细节声音 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通话的部分它是有ENC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达到降噪的效果 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 提升通话的质量 而且它有6个麦克风 当耳机的电池容量是45Mbps 而充电盒是453Mbps 耳机充满电可以使用6.5个小时 配合充电盒大概就是26个小时 目前我还没有用过太长的时间 不过用了好几天我也还没有去充电 它是有支持无线充电的 非常方便 充电时间大概是在2个小时 而有线充电是在1.5个小时 它的芯片是REATEC 8773C FE 蓝牙5.2 我觉得蓝牙的稳定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延迟还是有的 不过你可以在它的软件开启低延迟模式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纯属距离是显示可以超过10米 我把我的手机放在客厅然后走去厕所 它原来是可以稳定的连接没有断线 它是通过触控来操控的 点下暂停或者播放 右耳机点两下下一手 左耳机点两下上一手 右耳机昌暗示开启ANC或者切换到通透模式 左耳机昌暗示语音助理 左右耳机滑上是提高音量 滑下是调低音量 当然这些操作你也可以在软件上自定义的 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触控的 因为是比较容易造成误触 尤其是在调音量的时候 我一滑上去就不小心点到暂停 不过只要你稍微多练习 也就可以做到它的timing 就可以减少误触的情况发生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用滑动来调音量 可以在软件自定义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 所以问题也解决 再来它的提示音像是切换到ANC模式 或者打开语音助理的时候 它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大声了 会直接造成耳朵的不舒服 所以这一方面希望它可以通过固件神机改善一下吧 它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功能 就是当我再下耳机的时候 它会自动暂停播放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设定是很合理的 就不需要先暂停然后再再下耳机 这款耳机是可以适合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的 无论是日常使用工作还是运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有支持IPX4防水 总结来说我觉得Permus Lite 2是一款蛮不错的蓝牙无线耳机 有不错的降噪功能 而且硬质表现真的可以威胁到AirPods Pro 但是我是没有用iPhone来测试 所以对它来说就可能比较不公平 可是Permus Lite 2的体积就稍微大一些 我知道市面上当然是有更大的耳机 但是我是用它来和AirPods Pro来做比较 Permus Lite 2它是会带到比较深入你的耳朵 所以它是可以很牢固的不会掉下来 目前我是还不知道这款耳机的价格 但是估计应该是在100美金左右 所以在马币400多块的耳机 有支持降噪功能和优秀的硬质表现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性价比蛮高 如果你喜欢有非常强Bass感的耳机 我是蛮推荐选择它的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更多科技内容 这个是我的IG可以去关注哦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